化合反应 就是数种物质经过化学反应 生成一种物质 由多变一 我们就叫做化合也叫做结合 这个反应有三种 元素间的化合 还有化合物间的化合 还有元素跟化合物之间的化合反应 我们来看 钠跟氯气元素跟元素变成氯化钠 有两个变成一个 这个反应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在一个密闭容器中灌满了氯气 然后先点火 把金属钠让它燃烧 燃烧之后再把它丢入这个容器中 结果发现金属钠产生剧烈的燃烧反应 所以这说明了氯气可以帮助钠燃烧 所以一般我们认为只有氧气才有助燃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这种例子 这种例子还有一个 酶 可以在氮气中燃烧 会产生黄色的氮化酶 铭正二 当然是-3 所以这边3 这边是2 这是固体 黄色的 好 再来是化合物间的化合反应 氧化钠化合物 二氧化碳化合物 结合之后产生了碳酸钠 就是苏打 还有元素跟化物之间的反应 一氧化碳在氧气中燃烧 产生了二氧化碳 我们这边做个笔记 写下燃烧反应 它有时候看方程式和化合反应很类似 燃烧是一种反应的形式 物质发生剧烈的氧化反应 一定要剧烈哦 而且放出光跟热 把一个物质放到氧气中 然后产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而且放出光还有热 然后再放出光 再放这是一个很大的 前面 然后再放动 然后再放这样 пог这边 щоб变得更多 按照 这边 就是 我 很